基本上像是心臟血管疾病的患者 本身有血管的危险因子 这些都有人就容易产生下肢动满的注射 尤其是像是糖尿病患者 三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我们有一个病叫做间歇性薄行 就是说你在走路的当下 走一走你会觉得脚会酸会麻会痛 尤其在腿腹的地方 甚至有的人比较严重 甚至在你的大腿甚至在你的臀部会疼痛 那这种走一走之后会发生 休息就会改善 这种就很点叫间歇性薄行 就是下肢动脉的症主要的症状 如果你越来越严重 是连休息的时候都会不舒服 那一开始有些是脚的温度会比较冰冷 循环会比较差 所以你摸你的脚趾的时候 你去按你的脚趾的指甲甲床都是比较白 你压下去它红润的速度会比较久 这种都是循环不好 循环不好就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 那甚至你会发现你的脚有一些变化 像是有一些它比较苍白 你的指甲容易剥落 比较脆 甚至你的脚毛不见了 或是你的皮肤越来越差 会暗沉会剥落 甚至你的末梢的地方会发干发脂 甚至严重到发黑 黑掉了脚趾头黑掉 这都已经是非常严重都已经坏死了 黑掉了 黑掉了 还是水